大家好,我是远嫁日本的金姐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 赶快去我的地里看看 已经一个礼拜了 六点,老头老太太多来了 早点 早点 什么植物 腰皮 葱葱 这种植物是自分的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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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植物 最适合种地 十号了 小石烘了一个 看这感觉太粗了 这种植物 最适合种地 十号了 观察一下 小石烘了一个 看这感觉太粗了 这个 又开始 结了 豆酒都长上天了 这边呢就有点不一样 这都是种的辣的辣椒 这边呢就是不辣的 现在还不少 玉米 这里怎么 干了一个 这被虫子咬了 可能是被虫子咬了 可能是被虫子咬了 这边 这边豆酒都是不错 这边又种了一些辣椒 有土豆 我看着它们还没 还没挖我也挖 蒸菜 可以 有人呢认为我 就是每天特别的累 活着有什么意思 而且啊 嫁到日本怎么 嫁得这么苦 其实呢我感觉 没感觉很苦 我感觉以前我留学的时候更苦 比现在苦多了 那时候呢 什么都得自己弄 现在呢至少你收乎有保障了 住的地方有保障了 以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是吧 所以不安心 还有很多 网友哈就是说 啊说我是讨好性人格 确实没错啊 我是讨好性人格 以前呢哈 确实是讨好性人格 练成这种性格 不是我 光我自己的原因 我感觉 这是多方便的原因 我在留学来之前 我并不知道 我自己是个讨好性 这个性格哈 电视呢也是干什么 就是说嘛 也研究人嘛 然后我就自己感觉哈 我好像也是讨好性人格哈 就是 怎么说呢 好像就是自己感觉 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 所以说 万事讨好别人那样的 所以说当时自己发现自己是讨好性人格的时候 自己也感觉 感觉自己 自己怎么会是讨好性性格呢 明明是好心 就那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想了老长时间 而且很难说出不子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呢 我会委婉地拒绝 啊 你看看我这还弄得这种 像油豆角一样的扁扁的 这个很不新的 但是接了还挺多的 哎 这个 只有一个像 先等等完过就行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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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摆着了 嗯 钓着 哦 哦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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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讨好性人格也是有好处的 我感觉哈 不是 百分之百的坏处 你想想有讨好性人格 一般的话 不会是个坏人吧 来买一下菜 这叫早起的鸟儿 油腾 油虫吃 这人已经这么多了 这个是一百五一棵 小生菜 像个意大利 一块 香菜长这么高了 看这豆角 两百块钱 这么一小搓 哎呀 还有小圆葱 这么小呢 一百五 今天早上刚摘土豆 Надо植物 评论 您上红坏 大面肉 红萝卜仙本一百块 这好像一个大的一切 这好像真的大的 这是怎么长的 我也买一个 可是太新鲜了 刚刚多了 来一个 黄瓜200块钱这么一期 123456块 我家有 我家是不干的 要不然今天吃蒜锅 再要上一个这个菜 蒜菜吃 意大利亚 我感觉有点像芹菜 就有这只火牛是芹菜 东西很多 这个咋吃呀 蒜锅吧 有1300那么点 来点这个 400块钱有点贵 我种了几颗还没涨 算了不买了 省一点就买这两个 看看这 还不到8点 这人好多呀 好多的意大利 8点 530块 谢谢 故意的咱就先不吃 我自己种了 是吧 再过两天就可以吃了 早晚的事吗 是吧 你如果心急的话你就多花钱 你如果是不着急的话 你可能就少花点钱 你可能就少花点钱 好吧 C